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种菜是祖辈传下来的 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就是种植业的大国 在古代有很多人喜欢种菜 尽管他们的意图不一 有的是故意作秀给大家看 有的是为了吃上东西 还有的是为了隐居山林 过逍遥自在的日子 例如晚清时期的左宗堂 他接到前往新疆的圣旨 便带领军队前往驻扎 左宗堂看到新疆的土 地肥物 良田甚多 种菜的想法油然而生 这样一来 一方面能给军队补给粮食 自己自足 另一方面是不忍浪费那么好的土地资源 左宗堂不顾自己年迈的身体 依旧早起监督并参与种菜 可见其喜爱的程度 刘魏 三国时期伟大的军事家 政治家 他也曾出入田园间辛勤劳作 种菜浇水 只不过 当时曹操想担心刘魏要报复 以后难免与自己为敌 便想要愁调他 刘魏便下田间种菜 表现出自己没有雄心壮志 以打消曹操的念头 还有官场事役的王献臣 归进苏州后 建造了一座园林 每天种菜浇水 取名卓正元暗喻在此 浇原种田是自己的正事 他的种菜明显是一种自暴自弃 唯独陶渊明与种不同 相比之下 陶渊明是辞观而去 无欲无求的他 便种起了菜 他种菜很单纯 就是喜欢种菜 确实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陶渊明种菜是一个能手 不仅能自给自足 还能补贴家用 历朝历代的名人 大都喜欢种菜 尽管他们的目的不一 既然是选择种菜 便是他们在斟酌之后的内心想法 再加上我们中国土地面激广 又适合种种粮食 自古至今都是以种地为生 因而我们的喜好自然而然的是种菜了 这种爱种菜的种族天赋 咱们是当仁不让他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